如果说不需要额外星天超频 也不需要手动进行深度的Bio设置 只需一键升级补丁 然后你就能够获得这样的游戏性能提升 平均帧数提升整整百分之二十 究竟是什么补丁那么神奇 本期节目就来和各位直视这神奇的补丁 前正在Microsoft微卵发布了一个名为 CAMBI5041587的Windows 1123H2的升级补丁 同时也会预装在之后推出的Windows 1124H2版本中 其补丁的作用就是用来针对处理器的分支预测优化 就连AMD官方的博客也针对这项补丁进行说明 可以有效提升Zen 3次Zen 5处理器的游戏性能 那这补丁究竟是不是真的那么神奇 能获得百分之二十的游戏性能提升 我只能说是 但也不完全是 目前已经用这Windows 1123H2版本的用户 可以通过这个选项更新找到这份补丁的更新 升级完之后可以在历史升级这里查看确认升级与否 另外还需要注意一个事项 那就是需要关闭Windows 11系统类的 Memory Integrity记忆体内存完整性 才能够完整发挥这项补丁所带来的优化 为了测试它是不是真的有效 我将工作室内目前最强的游戏主机给端出来进行测试 处理器是AMD Ryzen 7 7800X3D 搭配上ROG Series X670 1-1主板 BIOS版本为最新的2204 并且在半月设置内仅打开Export 和仅开启PBO功能 其他的设置均为自动 显卡则是Zotek所带到RTX4080 Super PGF 散热器是VCAN V36 AMG 在这一行游戏实测之前 来看看升级了KB5041587补丁后 在常规的理论性能测试跑分中是否有所差异 结果是完全没差 不论是Cinebench R23的单核与多核跑分 还是3DMark Tanspite跑分测试 升级补丁前后的测试结果可以说是一样的 此外我也测试了IDA64的记忆体内存和缓存测试 不论是否升级了补丁 最终测试结果也都是差不多一样的水平 到这里其实我就有点怀疑这个补丁升级 是不是真的能提升游戏性能呢? 可既然都升级了 就来看看最终的游戏实测表现吧 首先来看看4款3A游戏的测试表现 你们就告诉我这点提升是有提升吗? 这还只是1080P分辨率更别说是4K分辨率了 当然这里可能会有人说你的游戏画质特效开太高了啦 但我想说的是 WASA游戏不就是尽可能吃满显卡性能 把画质特效开高吗? 你不是动我的吧 当然我也不排除是因为显卡性能遇到瓶颈 导致5版很好的发挥出处理器的性能 于是接下来我就进行了4款网游与电竞游戏 这回事情就变得有点不一样了 不论是CS2还是绝地求生PUBG 甚至是MMORPG网游最终幻想14 以及AMD处理器发挥最亮眼的DOTA 2 均能看出明显的质数差异 其中DOTA 2的平均帧数甚至提升了21% 一场职业比赛的第一次讲能到平均300帧 这个帧数表现简直逆天 提升的幅度堪比换代CPU 而其他三款游戏的提升幅度就没那么夸张了 分别在4%到15% 不仅仅是平均帧 1%Law的提升也很明显 四款游戏除了CS2只提升3% 其他三款均提升了13%到14% 当然我的游戏库里头的电竞游戏数量 没那么多 所以就没能提供更多不同电竞游戏的适时情况 不过从这个结果来看 可以判断出这个补丁所带来的性能提升 是必须建立在能够充分发挥出处理器分支预测性能的场景上 因此对于显卡性能要求更高的游戏 又或是处理器分支预测功能优化比较差的游戏 提升幅度也许就不会很大 甚至不会有明显的差异 到这里基本上我的测试其实已经证明这个补丁确实能提升游戏性能 只不过并非每个游戏的实际性能都会有所提升 然而今天的内容也不止这些 为了再次确定我的测试并非只是针对X3D系列处理器才有效 我又准备了一台搭载AMD Ryzen 7 7700X处理器的主机来进行测试 同时搭配一张RX7700XT显卡 来看看Pay3D V-Cache的常规Zen 4处理器 以及显卡性能不怎么顶级的情况下 提升是不是也很明显 在最终广想14-1080P分辨率高画质设定测试下 升级补丁后的平均增值提升了3% 1%RAW的提升同样也就3%不到 而在CS2 1080P低画质测试 平均增提升了32帧 整体提升5%左右 1%RAW则是提升了21帧 整体提升近10% 最后则是DOTA2 同样是1080P最佳画质设定 平均增提升了6% 1%RAW则是提升了3% 看来非X3D系列处理器的提升幅度还是比较有限的 至于绝地就算PUBG 测试刚好碰上服务器维护期间 所以就没测了 这次到这儿我还是觉得不够严谨 所以我又又准备了一台入门级别的主机 最佳是采用Zen 2架构的Ryzen 7 3700X 同时散热器只搭载了AMD原产的Risk Vision 并且就类显卡我也用了入门级别的GTS 1660 Super 采用这套配置主要也想看看这个补丁 而对于就好几代的Zen 2架构是否也有所帮助 同时也想看看在搭配较弱的显卡后 性能是不是还有所提升 这个系Zen 2架构在安装了升级补丁后 三款游戏测试均没有明显的差异 平均增只有不到3%的提升 就连最终幻想14是完全没差的 1%Ryzen也一样只有不到4%的提升 显然这个升级补丁对Zen 2时代的处理器 起到的作用并不明显 当然不离不排除使用Zen 2处理器的缘故 无法找到系统内的记忆体内种完整性功能有关 最后来一个总结 这一次的Windows 11升级补丁所带来的游戏性能提升 针对某些特定的CPU与特定的游戏所带来的提升会比较明显 除此之外其实真的没太明显的变化 但对于广大的AMD用户来说 我觉得这还是一个非常有利好的消息 比起到目前为止 我暂时没看到这个补丁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至少在我的测试结果来看是没有的 因此我还是比较推荐AMD用户去安装这一份补丁 尤其是X3D系列的处理器 但有一点需要说明的 那就是这个补丁所带来的游戏性能提升并非绝对 只有特定对于处理器的分支预设功能优化比较好的游戏 才能够看到比较明显的提升 另外还是要再次声明一下 本次节目的测试成绩是基于我手上的配置搭配 与设定所获得的结果 由于测试的样本不够多 不排除会有一定的变量影响 因此最终的测试结果仅不够参考 好了总说要是分享完这一次 关于这一份升级不定的详细体验内容 而接下来呢 就是要来好好的和各位分享我手上的这颗 Ryzen 99950X的体验相关内容了 给各位得了那么久 是时候好好和各位分享有关这款处理器的详细内容了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了 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支持 也希望本期节目的内容会对你们有所帮助 喜欢这期影片的朋友不妨点个赞 而其来的观众如果能够点击旁边的小铃铛那就更好了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了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